本月中旬美国军机曾连日飞进台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机也曾一连两日绕台飞行 台海局势波掘远轨 一些专家对此发出警告 如果台独继续挑衅 美军挺台不加携制 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必再提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 空军大校也称 台独势力罔顾民族大义 加紧谋独 逆势妄动 不得人心 战区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密切关注形势动向 坚决履行只能使命 国民党级名代表吴斯槐近日曾对蔡英文有疑问 台湾真的已经把战争准备好了 美国专家卡彭特近日也有类似问题 美国是否真的做好准备来保卫台湾 这对美国是否值得 美国制库高级研究员 美国知名国防与外交政策专家卡彭特认为 如果两岸爆发战争 美国自动进入将令美军处于很大的风险之中 吴斯槐卡彭特的问题 台湾当局美国军方不可能给出真实答案 吴斯槐希望两岸和平稳定 卡彭特担忧美军介入会有可怕的摧毁性的后果 他们的反战立场体现在他们各自的那一问之中 2月25号香港中民社还报道了另一位专家的访谈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宋星洲认为 一旦发生武统台湾 美国基于本身利益考量不会有实质举措 赛东局亲美无济于事 意识形态操作反让台湾陷入险境 宋星洲分析 民进党赢得选举继续执政 两岸关系紧绷 近期又因为防疫政策出现政治性争议 两岸关系当中最坏的情况就是武统 示威兵凶不可不慎 此外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戴文清 接受采访时候也表示 蔡英文接受外媒访问时说 已经准备好战争等话 其实是对内心形喊话 台湾军令有几两众 大陆清楚得很 他也提醒如果两岸无法进行任何沟通 与经济文化及民间交流 台湾就危险了 我们下期见